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中路特区带大家看一间之前也拍过的一个社区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区其实还蛮不错 我们现在人的位置在那个风格109的旁边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展身奥斯卡 OK那其实位置画其实很好 前面就是水秀的公园 然后社区的另外一边就是往那边就是风和公园 那我们到社区里面稍微看一下 然后待会我刚刚登记过了 看一下社区的一些感觉 那左边这边就是健身房 然后右边这边交仪厅 然后这边还会有公厕这样子 那其实社区的整个环境是非常的单纯 OK好那我们到房子来去看一下 好我们从电梯出来 然后它这边你看这个梯间是有采光的这个部分 然后即便我们今天是低楼层 那它的梯间采光其实对于安全跟各方面 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然后我们进到房子里面 然后进来的部分就是这个工领域 关上客厅餐厅的位置 那我从对角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进来的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这间是有前后阳台的 我们到前阳台稍微看一下 那面对这个部分的话它会是那个风格109 就是长生的这个大楼 然后斜对面是浮箱正在盖的这个房子 往那个方向的话是就是水秀公园 然后的另外一边风和公园 等于我们在两个公园的里面 那前阳台也设计的很大 我们从客厅环顾一圈 然后这里是餐厅的位置 其实也可以放在这个中间这边 那这边可以隔一个看 要怎么使用这样子 那我们到厨房看一下 厨房在这边 厨房它这个现在是用小冰箱 不过我看它这个尺寸也深度也够 其实四五百公升的一定是没问题 然后双口炉的 然后这边有个烤箱 我们再看后阳台 后阳台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是晒得到太阳的 你看这边目前 旁边是一个空地停车场的位置 然后有两杆的晒衣架 看一下厨房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餐厅的位置 其实很可以再过来一点 做更长这样子 然后旁边这个凹槽部分 我觉得以装潢来说 可以做一个餐厨柜 或电器柜这样子 好我们从一间一间房间开始看起 那我们先看第一间房间 它其实就是跟客厅是同个方向 面对外面这个树梢的这个部分 其实采光还不错 这第一间房间 然后第二间房间 就是跟后阳台同一个面向的 双轮床加上衣柜 还有梳妆台都是OK的 然后我们再看公共的卫浴 公共卫浴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干湿分离 然后明治马桶吸收台 这样子 最后我们看主卧 主卧我们先看房子 房间的部分 它也是一个双轮床 加上衣柜 然后一个背外窗 梳妆台 然后主卧的这个厕所卫浴的话 它是一个有开窗的 OK 那简单 花个三分钟 带大家看完就是 整个房子内的室内 那最后我们就是做个间短的分享 因为奥斯卡其实这一间是小 算是标准的三房 那其实我比较少拍标准品 但刚好因为其实中路这边 其实案源其实非常稀缺 那好不容易有机会 这种标准品 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那我邀请到我好朋友尚君 那也是这一间奥斯卡三房车的 就是开发经纪人 那我们欢迎尚君 大家好我是尚君 那尚君有没有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知道尚君对这个奥斯卡 其实研究蛮独到 而且长期金庚这个社区这样子 我们这一间三房的话 它是相对现在主流产品 专有空间 主建物加前幼阳台的话 我们有29 它会比大概标准的25 再多个饰品 这个饰品的关键的话 我们等于每个房间 你相对比较不会有风水瑕疵 放得下双一种衣柜跟书桌 你不会有压梁的问题 厨房也比较能够有 电器柜的地方可以摆设 对相对不会那么的紧凑 没错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低楼层 我们楼下是没有不是住家 所以如果你是老人 你老人家住惯了后天 不喜欢住高楼层 这件很合适 如果家里有像豪氏先生家里有小孩的 小朋友你要他活泼好动 又不打扰到楼下的邻居 这一点很棒 没错没错 对 那还有什么关于就是这间房子的补充的部分 补充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和环机构盖的房子在品质上相对来讲 会比一般的国民宅再来好一次 这是用料是肯定的 对 然后我们这间刚好是面树梢这样子 环境其实算是以低楼层来说算是蛮不错的 非常舒适 而且他不会因为低楼层而采光不好 对 你上次还有提到 因为我们除了这双公园 包含在风和跟水秀公园 那还有这双公园以外 还有什么优势关于这个社区呢 我们因为有了两个公园 然后我们同时兼具安静的景观 但是我们又兼具大公园 风和公园的机能 这是第一个优势 那因为有这两个公园 所以周遭陆续的建设 尤其是教育的也都进来了 像我们的对角就有个福利贝尔的幼儿园 然后在法院特区那边有个卫斯里的幼儿园 然后立行路上还有 立行路两侧其中边还有一个康莱尔的 从幼儿园到中小学 对所以等于是所有现在 首购的年轻人的小孩子 他们会在这边读优质的幼儿园 然后在这边再念国小国中 所以不论是念斯利尔康莱尔 公立的文山国小或者是中兴国中 等于是这些人会 这些重视教育有品质的家长跟小孩 会在这地方落地顺根 那你选择一个好的住宅 又跟一群好的人一起互动 不用孟母三千 一千直接来奥斯卡 了解 房价应该不止一千吧 房价当然不止一千 但是这一间会 同样的品质 它相对较划算的价格 了解 也就是说同样的价钱 我们可以买到 不管是品质社区质感各方面更好的 就是这样的建案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最后交通的部分上面要不要补充一下 交通的部分的话 我们上国道2号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国道2号的话 因为它连接了国道1号跟国道3号 同时目前桃园的三星六线里面 航空城桃园区跟中立区 这三星的话主流 如果以公路来讲 我们还是以国道2号为一个主要连接 对 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位置也是非常的棒的 那离一文特区也是很近 没错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桃园来说 纯住宅区 我觉得中路它其实在这一年的进步 其实是有感到包含这边的人口的整个密集度 还有临近的一些店家 像我们转角嘛 旁边国泰水秀 我看楼下现在有饮料店 还有那个酒屋了 没错没错 餐酒馆 那如果假设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 那也欢迎跟我预约上午 最后帮大家问一下 如果知名找我的话有什么优惠吗 只要是我们豪斯先生转介来的成交买方 只要你是成交屋主 小弟贊助Dyson吸尘器一组 Dyson吸尘器喔 这个V12的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 那就先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